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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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嗨 晚安 晚安 久等了 你們好像有最早是12點左右來排隊的嗎 10點 10點11點 辛苦你了 其實我演唱會應該不用 也沒有 這應該要跟身高有關 就是身高比較高的人其實大家可以比較晚來 也沒有關係 像我這種153的每次看演唱會都要抱持著 要嘛就要很早去 要嘛就一定要最後一個才能進場 因為後面視線會比較好 要不然前面高的有點不太像話 然後 今天很開心可以來到台中的坊州 那 今天是幾月幾號你們知道嗎 好 在講這句話之前應該要先問大家 你們有人聽棉花糖的音樂可以舉一下手嗎 所以你們會知道今天3月22號是沈聖哲的生日可以舉一下手嗎 很多耶 趕快擠爆粉絲專業祝她生日快樂 不知道她的粉絲專業的話可以打棉花糖沈聖哲就可以找到 然後就灌爆她 然後 待會再跟大家分享就是為什麼 今天只有我 今天只有我 就是如果以團體來說只有我一個人在這 然後旁邊是吉他手Eric 然後 今天他會陪我 就是陪伴大家 然後到今天晚上最後一首歌 然後 我記得有人在聯署上回應我說 我買票了 但我不會去 因為我人在立法院 然後 拍手的人是不是現在應該要搭車前往啊 然後 呃 我想要說的是就是 因為自己也很猶豫 比如說這幾天 有去現場 或者是 在 要破臉書的時候 都會一直在想說 是不是應該要減少 關於宣傳的這一部分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時機非常的 不恰當 然後 可是 包含了昨天我都一直在猶豫 到底要出去 現場 還是就是忍住一天 然後待在家裡 保護自己的喉嚨 就是 不要讓今天大家聽到是一個很MAN的聲音 就也讓我自己非常的掙扎 然後後來就 很多朋友的勸說 然後我還是留在家裡 然後 他們勸說我的理由 我覺得非常的 容易 容易讓我 就是沒有去現場 他在講的原因是 每一個人都應該要負起自己 應該要負起的責任 然後 我的責任就是 今天來到這裡 唱歌給你們聽 所以 我就想說 昨天應該好好的 包養我的喉嚨 而今天 才對得起你們 然後就希望今天 所有的音樂 你們都會喜歡 喜歡我挑的歌 或者是喜歡我安排的節目 然後甚至是喜歡 上很多你沒有聽過的音樂 當然今天也會唱自己 在EP裡面的歌 可是可能要有機會的時候 才會分享給大家的主導 這幾天 有人跟我一樣就是 覺得最近動盪不安 然後很煩很躁的 可以舉一下手嗎 你們舉一下手的時候 不要單純舉手 你們要舉手之後 看上你左邊左右鄰居 前後左右 就會知道 其實有很多人 跟我們不太一樣 還是 吃了一下 睡了一下 好啦我覺得 後來我朋友跟我講說 他會不會認為 這只是一個制約的活動 然後我覺得 好像很有道理 不過 反正今天我們已經選擇 來到台中放舟這個場地 聽我表演 我也來這邊唱歌 所以你知道我們今天的責任是什麼嗎 對 就是要把你們所有的情緒 不管是喜怒哀樂 都在這個場地發泄出來 或者是宣泄出來 因為你就在現場 如果你還一邊唱歌 一邊興氣的地法樂 或者是你還在那邊聽歌 然後興氣的臉書 誰又再怎麼樣 那你就沒有辦法活在當下 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今天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 感受每一首歌的情緒 可以 可以嗎 可以 因為 二樓的朋友有點遠 他們站在台階上之後 就有一點 不太知道要不要回應我 二樓朋友可以嗎 可以 二樓朋友都是女生 想必應該是身高 比較個子小 所以站在台階上比較好看 你知道嗎 好啦然後接下來呢 我要帶來的是 比較輕快的歌 都已經說好了喔 我們要讓今天所有不管是喜怒愛的情緒 都要丟掉所有的包袱 讓我們在打勾勾好了 空中打勾勾超噁心的 很浪漫耶你不要這樣 手沒伸起來喔 誒 說好了我們今天都要好好的把情緒 丟在台中方舟 所有的負面能量都丟在這裡 然後我們離開之後 所有負面能量都讓工作人員親走 好 打勾勾了 好好好這樣 打勾勾 唉好幽子喔 好接下來兩首歌呢 是比較輕快的歌 然後是在EP裡面的歌 剛剛你們進來的時候 想必多多少少應該都有被一些 洗腦 置入性的洗腦 所以希望你們可以跟我一起唱 要不然我就會覺得非常的 孤單跟害怕 因為台上已經夠孤單了 可以接受嗎 可以 接下來這首歌叫做 《害小球》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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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